天父 朱宅 我求求你了 我等你保证 不管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一个人承担 我绝对不会 把你说出来的 谢谢天父 朱宅 谢谢天父 朱宅 龙 朱宅 昨晚发发的 在双张镇的枪战 情况我们已经寂寞查明 现场一共死亡六人 我们进行了核实 都是身穿老百姓服装的 国民党士兵 听到这里 龙处长已经明白 死在双张镇的这几个人 就是国民党派来接应林雄波的 那支小分队 而出手的人一定就是叶淑婷 叶淑婷被迫出手 那就说明邓远达的任务 一定还没有完成 到底出了什么意外 按常理推测 接应小队的关注重点 应该是胶卷才对 不会在邓远达身上 难道是有人通风报信 联系此前的种种疑点 龙处长突然想到 问题可能出在罗建明那里 立即提醒罗建明 是 我再想 我再想 昨天晚上 张镇那些人对你的态度很奇怪 你不就是想说 我吸引得不行吗 你能不能把我话听完啊 当时 你把娇小交给了她 但是 她的注意力不在情报上 反倒是一直在观察和盘问 你这个铃雄波 按理说 他们应该更多地关心情报才是 怎么会去怀疑自己人呢 作为坚硬的一方 他不会擅自做主去为难你的 除非有人命令他去试探你 能命令他们的 应该是他们的上级费思青啊 可是这个费长官他不是人在郑州吗 他怎么会突然怀疑起 林兄波来了呢 别动 为什么你们拿得什么快啊 我抓到你的时候 你是向谁发报 我向给 随近公署的费思青长官发报 不过 你拿得太快了 我没发手 我明白了 罗建宁在被抓之前 很有可能已经给费思青发报了 我确实被费长官发了电报 不过当时 你们的人已经冲进了房间 所以 电报只发了半截 你都发了什么内容 黑熊已暴露 刚才你说只发了半截 那后面半截 你想说明什么 你被我击毙 上次审问你的时候 为什么不说 我放了 罗建宁 你在我们这里潜伏了这么多年 你不会不知道 我们的政策是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好自为之 你 我们必须马上要回上程线 怎么能回去呢 我们现在任务都还没完成 我看索性这样 我们直接去随禁公署 把情报交给费思青 你动他脑子行不行啊 现在不管是前方还是后方 情况都不明确 我们现在到郑州去找费思青 那不就是送死啊 那也不见得 我们现在到郑州去找费思青 我们现在到郑州去找费思青 那不就是送死啊 现在不管是前方还是后方 你刚才还说听我的 现在转脸就不承认了是吧 不是 我们任务没完成 回去多丢人哪 就你那点面子 能顶得上整个独立团 还有商城解放区 整个的老百姓吗 走 叶淑婷 别拖拖拉拉的 你是个女同志 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叶淑婷 这个罗贱平 狡猾得像个年少 我根本到现在 就把他给清闭了 费思青再老见句话 他也不会想到 这个林雄波是假的 但是 他既然怀疑 林雄波已经投降 那么那个假交卷 他就不会再去相信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计划 还是会泡汤的 说说你的建议 我觉得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把邓远达这种 出戏唱下去 不但要继续唱下去 而且还得加码 加码 怎么个加法 国民党的 菅英小分队被全监 势必加深 费思青队邓远达的猜疑 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打消他这个念头 让他相信 林雄波遇险之后 又成功地逃脱了 说说具体方案 立刻全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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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是 她一切 Visit 她一切 是 是 最后 就是 走到一个条件 你的这个计划 主要是保密工作 要把执行人的范围啊 是越小越好 一旦情报泄露 那我们就是邓远达和叶书廷同志 与贤弟啊 现在知道这个计划的人 除了你和我之外 剩下的就应该是 急套队的成员了 如果方案可行的话 我会亲自严格地去挑选一些 党员干部来组成这个急套队 明面上 是执行追捕林雄波的任务 暗地里可以保护两个人 应急突发状况 我觉得 你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 就按这个计划提醒 你说什么 张帝和他带去的人全死了 那林雄波呢 什么 不见了 废物 再说 第两条 大死人 在哪里 你怎么回事 你见了 马上联络郑州 给费斯青发报 没有 黑熊已脱险 我接音小分队 也被解放军急逃队拳揭 望火速再派队伍指示 有件事想听听二位的意见 出场 怎么还听我们的意见呢 你的指挥棒打到哪儿 我们就冲到哪儿 是吧 前夫出场 是这样的 昨天下午 我派林雄波去执行了 一个秘密任务 你还想把分队关职 我派林雄波去执行了 我派林雄波去执行 我派林雄波去执行 一定是有它的权力 我派林雄波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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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样子 你万未帮我分析一下 这我们的坚毅小分队 他怎么就被全军覆没了呢 还有这个林雄波 是一会儿暴露 一会儿又脱险 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林雄波和坚毅小分队 深入提后 情况顺序万变 不是咱们在这儿 能想象得到的吗 是啊 是啊 特务特务 我特殊任务 不好说确实不好说 不好说 什么是不好说 我还不了解你吗 一出了问题就祸悉你 生怕得罪人 我怀疑 会不会是林雄波 不过落着了共产党之手 背叛了党国 处长 现在就下这个结论 是不是为时过早啊 我也不愿意这么想啊 可是这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总偷着那么一股蹊跷 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进来 处长 刚说到的密电 你出去吧 好 看着吧 看着吧 这么解释的话 这件事情就通了 我来大胆地推测一下 林雄波得到情报之后 被共产党察觉 共产党派人追捕 就在林雄波和我建议小队 接头的时候 共产党突然杀出来了 我建议小队为了掩护林雄波 全体阵亡 对啊 对啊 前副署长分析得有道理 只有这样才能说得通嘛 是吧 是吧 好 我知道了 共产党现在正在全程 通缉林雄波 他们的报纸上 已经登出了通缉令 江副署长 果然如你所料啊 处长 共产党如此大张旗鼓 说明林雄波拿到的 一定是本真情报 我建议 立刻派出第二支监狱队伍 去营救林雄波 晚一分钟 咱们都有可能 失去驾驶连城的情报 和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 是啊 处长 事不宜迟啊 来 给我接驻马店联络处 我是飞思新 让李莫队长接电话 那季陶队派出去了吧 都派出去了 是我让老秦带队去的 而且所有的成员 都经过我的惊喜挑选 绝对的安全可靠 鸡陶队会把追捕的戏份 做足 同时安装保护两个人的安全 我就担心哪 咱们没把这个计划 通知邓远达和叶书廷同志 他们俩万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和鸡陶队相遇了 是要是眼砸了怎么办 叶书廷和邓远达 他们的行踪不定 我没想到找他的话 非常地困难 除非他能主动地联络我们 不过 叶书廷的实战经验 非常地丰富 我相信他 一旦发现了我们 追捕林雄波的消息 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想到 事情有了新的变化 从而主动地联络我们 希望是这样吧 这剩下的就靠他们自己了 通琪 我 我别看呢 不是 怎么回事 怎么全程都在通缉我 怎么回事通缉你呢 你动动脑子 他通缉了明明就是林雄波好不好 现在这边肯定发生什么事了 那咱们赶紧出城吧 要不然被抓了 就没法完成任务了 出不去了 全程现在都在搜捕你 不行 我得找龙处长去 明明是让我演戏的 现在又开始通缉我 这搞什么嘛 你弄个毛子要干什么 龙处长突然做出了 通缉林雄波的决定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状况 那是什么状况呢 要不这样 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躲起来 我去找龙处长了解一下情况 对了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在这儿见面 我跟你一起去 去什么呀 你现在这张特务脸 全程都认识你 行了 赶快找地儿躲起来吧 记住 千万别乱跑 那你 你早点回来 知道了 朱死 grouped 安全的地方 现在这儿还有 安全的地方吗 文功团呢 спасиб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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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跟他长得像 大家看 统计令 那个不是我 我是邓远达 我真的是邓远达 你们听我解释好不好啊 你好大的胆子 你个狗特务 你还敢来这儿 你以为我们搞艺术的 都不会打人是吧 不是不是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啊 你听我解释啊 上 上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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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是邓远达 我真的是邓远达 我是邓远达 站住 我跳过你给我站住 停车点 停车点 不是 班上怎么回事了 狗特务 狗特务 林 林 林雄波 林雄波 交给我们机车队吧 可我手里可能有枪 你带着文公团人同志们先撤 东公走 魏强 魏强同志们 我们就后面堵的 快 快 走 走 快快快 后面 这边 走 走 快点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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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 燕 燕 你在哪儿 燕 你在哪儿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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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污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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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我说 你们听我说 我是自己人 我不是套物 我不是套物 我是自己人 自己人 到现在 还敢冒充自己人 同志们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 别 别 别 污漢 快 别 别 走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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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边 你怎么才来呀 快 怎么才来呀 我才来 别跑 掩护老百姓 带着污漢台的同志先撤 走啊 这儿让我们鸡场队 鸡场队给我走 快 你们一定要抓住他呀 保护老百姓 快 怎么办 大伙众记住了 必须抓活的 追 快走 怎么办 快 你们去那边 这儿 这儿 这儿没人 走 你怎么办 我自己说 就不是 他要知道 我去哪儿 就把我帮助你 还要做 我被你做的 这儿做了 我得不着 你找我看你 那怎么办 我说这儿呢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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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做 退出 你说退出就退出 你当初是怎么跟团长表态的 不是 你看我现在成什么了 被自己的战友都当成特务了 真刀真创的招呼 你说我要是没有完成任务 反而死在自己人手上 我冤不冤呢我 你小点事 说一千到一万 你不就是怕了吗 抢一抢两条腿都发软 邓远达 你就是个怂包 叶水亭 你看好了 不是真受伤了 还出了不少血呢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蹭破歹皮就算受伤了 我们的战士 哪一个没受过伤啊 要是都像你们这样的话 我们的部队早就解散了 我 撒破耍魂结束了 你别管我 我刚才在 是在发现 说的都是气话 你说吧 我都听你的 这还差不多 我跟龙处长已经接上头了 这还不太好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长话短说 通缉还有抓捕行动 都是龙处长那边安排的 这么做呢 一是为了消除国民党方面 对你的怀疑 二呢 是逼迫费斯青他们 尽快地派出第二支精英队伍 三呢 是让姬陶队他们 能按照保护的人身安全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他们戏演得真像啊 我看这帮人哪 都应该去文工团 现在城里都是费斯青的眼线 不演得逼真一点 敌人会相信吗 那总得让我们喘口气吧 都火上眉毛了 你还想喘气呢 你知道我这一路上 为什么要制造动静 引起他们的注意吗 对啊 为什么 都是你把秦队长他们给招来的 我就是要把他们吸引过来 不让他们跟丢了 这样可以一直保持一个 追捕的状态 直到费斯青派出第二支精英队伍 我们要是把情报 给第二支精英队伍 那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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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本工团那边给你举行追悼会 也是用组长他们安排的 现在全程在追捕林雄波 那死的那一个 就一定是邓远达 好 我明白了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费斯青就可以相信 林雄波他还活着 而且他一心地想把情报 带回到绥靖公署 明白 那我们赶紧走啊 赶紧出城去 只要跟国民党的精英队 也接上头了 把情报给他们 我们不就完成任务了吧 你怎么那么毛躁啊 现在出去 不是就送死吗 看一看 有什么东西 可以隐藏身份的 好好好 这儿还有衣服 太好了 来 拿着 快 把衣服换上 你还愣着干什么 男女瘦瘦不亲 要不你先出去吧 我也要换衣服 我怎么出去啊 行 我出去 你先换 换完了我再进来 邓远达 你一个大男人 哪那么多毛病啊 寄陶处在外面找人 找不到人 他一会儿马上就会回来的 不是 你们几个 去这边看看 是 正下人跟着我来 快 秦队长已经暗示我们了 没时间了 赶快换衣服 不行 你看 这 这 怎么 行 你是正人君子 我们俩都背过身去行了吧 不是 你跟党姑娘家 你怎么那么随便呢 你快点 你去哪儿啊 这边 好 走 走 过去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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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来 你先关门了 我不管 不管了 我不管了 走 我装好的呀 不管 出来 快 department 快 快 快 我们一定要小心 你现在是通缉犯 只有鸡桃队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他人如果认出你是灵熊工 恨不得一枪打死 但我们现在混在这个队伍里面 万一老秦他们没发现我们 跟丢了怎么办 你放心吧 秦队长那边必要的时候 我会给他们留下线索 让他们追上来的 停 来 走一下 来 等一下 走 你看前面 你要做好准备 秦队长不在 成文这一款要靠我们自己混出去了 那我们怎么过得去啊 这样 一会儿我去制造混乱 引起他们的注意 你呢 并在人群里 找准时机出车 他们要抓的是我 你怎么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呢 这不是我刚才换下那件衣服吗 你怎么还留着 我留着它自有它的用处 一会儿你机灵一点 找准时机 千万不要停留 你怎么还留着 在哪儿呢 他现在要留下一个 那走 我还留着 剪的 剪的 你们搬运队里都是男的 怎么会有你一个女的 说 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 你们那么凶感什么呀 我就是帮我哥来干活的 我哥天天吃喝嫖肚 家里都快结不开锅了 你 反正就是 你 你 我 你 那 我 你 你 我不 不 我 你 那么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回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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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胎起来 我让你投胎起来 我自己 我自己能行 我让你投胎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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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你的人 跟我走 发现目标啊 走 走 还愣着干吗 走 带上你的人 从这边走 我送你外边报仇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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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是逃出来了 这要怎么办 不知道 不知道 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呢 你当我是谁啊 诸葛亮儿 你怎么坐下了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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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啊 走 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 费思青有没有派出 第二支接应队伍 而且也不知道 接应队伍应该怎么接头 所以 所以什么呀 所以 所以只能等 那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先休息会儿 保存体力吧 然后 然后我们往正车方向走 费思青如果派出了 第二支接应队伍 应该就会在沿路等我们的 那 那要是费思青 没有派出接应队伍呢 我们刚才在城门这么一闹 动静还挺大的 费思青应该很快就会知道的 所以 第二支接应队伍应该很快就会出现 进来 李队长 我们前在商城县的人 刚刚打来电话 情况怎么样 商城县已经全民戒严 共产党正在全力进来林雄波 有林雄波的消息吗 我们的人亲眼看见 应用莫莉尼尖线 一定成功地逃出了商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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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处长 我是林沫 有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啊 又怎么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危险的情况 都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今天这种低级的错误 以后不要再犯了 那你遇到了麻烦 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再怎么说我们俩是一伙的 你要有什么危险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救你还救我呀 今天要不是人家秦队长 及时出现的话 你早被城门的守卫给抓起来 你要是被抓起来了 谁来完成这个任务 你 你这是怎么能这样 好心当成履干费了是不是 我原来一直以为 狗有吕东兵是形容词 在你这儿那就是动词 你知道吗 行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你必须要明白 越是在紧急的时刻 越要用理智来控制自己的行动 我是来保护你的 你现在才是主角 所以啊 牺牲不齐 前有狼后有虎 身边还跟着一个母老虎 我简直是四面楚歌了 现在知道危险了 傻子都能看出来危险 还用找你提醒啊 这么说林雄伯确实遭到了 共产党的追击 林伯 带人接应他 无论如何让他先离开上城县 到了筑马店再说 是 是 让我们的人立刻跟林雄伯接头 把人带到开往驻马店的火车上 刻不容缓 快去 是 要不我教你射击吧 没兴趣 我 要不让他走 快点 啊 那 不是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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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前面那棵树了吗 我们现在打 最下面那个树叉 把枪举起来 把枪举起来